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明了娇儿 也就是今天的饺子 饺子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包裹着丰富的历史和情感 那么饺子和文艺复兴的细腻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的艺术家和学者们追求细腻的表现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其实饺子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这种细腻和对人性的关怀 首先饺子的皮和线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一样 需要精心制作 饺子皮要感的薄均匀 馅料要调的鲜美可口 这就像达分歧在《蒙娜丽莎》中对光影和细节的处理一样 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 其次 包饺子的过程也充满了艺术性 每一个饺子的形状都各有不同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包饺子的人需要用心去感受面皮的柔软和馅料的质感 这种细腻的触感和对材料的理解 正是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追求的 再者 饺子作为一种家庭聚会的象征 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际关系和家庭纽带的重视 文艺复兴不仅仅是艺术的复兴 更是人文精神的复兴 饺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团圆和幸福 每逢春节等重要节日 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 这种温馨的场景正是对人性和家庭的理在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饺子的多样性 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风格多样 饺子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无论是北方的猪肉大葱饺子 还是南方的虾仁韭菜饺子 每一种饺子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方法 这种多样性和包容性 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所以 饺子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包裹着历史 艺术和人性的细腻 通过饺子 我们可以感受到 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细节的追求 和对人性的关怀 好了 同学们 下次吃饺子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它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说不定你会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 记住 饺子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 更是文化的艺术品 希望你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文化韵味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京剧的脸谱 从脸谱看立体主义的多面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京剧的脸谱 顺便探讨一下立体主义的多面性 你们可能会问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别急 听我慢慢地来 首先 京剧的脸谱 是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一大特色 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脸谱 红脸的关羽 黑脸的包工 白脸的曹操 等等 脸谱不仅仅是化妆 它们是角色性格和命运的象征 比如 红色代表忠勇 黑色代表刚直 白色则多为奸诈 脸谱的设计极其讲究 线条和色块的组合 让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现在 我们来看看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是20世纪初 由毕加索和布拉克创立的艺术流派 它打破了传统的透视法则 通过多视角的方式来表现物体 立体主义的画作 看起来像是 把一个物体 从不同角度切割开来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一个人同时有正面 侧面和背面的特征 仿佛在一幅画中 看到了时间的流动 那么 金句的脸谱和立体主义 有什么共同点呢 其实 两者都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多面性 金句的脸谱 通过色彩和线条的组合 展现了角色的多重性格和命运 而立体主义 则通过多视角的拼接 展现了物体的多重面貌 和时间的流动 有趣的是 如果你仔细观察 金句脸谱的设计 会发现 它们也有一种立体感 那些复杂的线条和色块 仿佛在二维的平面上 创造出了三维的效果 你可以想象 如果毕加索看到了 金句的脸谱 它会不会也受到启发 创作出更多奇妙的 立体主义作品呢 再来一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有一次 毕加索在巴黎的一家 中国餐馆里 看到了一幅 金句脸谱的画 它被那种独特的美感 深深吸引 甚至一度想要把脸谱的元素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无从考证 但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东西方艺术之间的奇妙联系 总的来说 金句的脸谱和立体主义 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它们都在用独特的方式 探索和表达多面性 这种跨文化的艺术交流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体验 也让我们更深刻地 理解了人类的创造力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在欣赏金句 和立体主义作品时 能看到更多的联系 和美妙之处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茶道的宁静 从茶文化看文艺复兴的静谜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 茶道的宁静 从茶文化看文艺复兴的静谜 这个题目听起来 有点像是把东方的茶壶 放在西方的桌子上 但其实两者之间 有着微妙而深刻的联系 首先 让我们从茶道开始 茶道 特别是日本的茶道 强调的是一种 和静清静的精神 这四个字看似简单 但其实蕴含了深厚的哲理 和代表和谐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 还是人与自然之间 静则是尊敬 对茶 对客人 对自然的尊敬 情是清静 心灵的纯净 和环境的整洁 即则是宁静 内心的平静 和外在的安宁 现在 让我们穿越时空 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文艺复兴 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但在这个时期 也有一种 对宁静和内心平和的追求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 无论是达芬奇 尼开朗基罗 还是拉斐尔 他们的作品中 都充满了 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 和对自然的敬畏 你可能会问 这和茶道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两者都在追求一种 内心的平静 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茶道中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都充满了对美的追求 和对心灵的进化 而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 通过他们的画笔和雕刻刀 也在追求一种 内心的宁静 和对美的极致表达 有趣的是 茶道中的一碗茶 千重琴和文艺复兴中的一幅画 万中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茶道中的一碗茶 不仅仅是茶叶和水的结合 更是茶人心灵的表达 和对客人的尊敬 而文艺复兴中的一幅画 不仅仅是颜料和画布的结合 更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投射 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再来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据说 达芬奇在创作《蒙诺丽莎》时 曾经花了数年的时间 来捕捉那一抹神秘的微笑 而在茶道中 一位茶人 可能会花上数年的时间 来练习 如何泡出一碗完美的茶 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无论是在东方的茶道 还是西方的艺术创作中 都体现了一种 对美和宁静的无限追求 所以 当我们在享受一杯茶的宁静时 不妨想想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 他们在创作中 所追求的那份内心的平静 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 茶道的宁静和文艺复兴的静谧 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品茶和欣赏艺术的过程中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和美好 记住 无论是茶道还是艺术 都是我们心灵的镜子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那一丝宁静和美丽 各位同学 感谢你们的聆听 今天我们从饺子 脸谱到茶道 漫游了一番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希望你们不仅享受了这场文化盛宴 还能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和灵感 通过饺子的细腻工艺 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对细节和人性的追求 通过京剧的脸谱 我们理解了立体主义的多面性 和艺术表达的多样性 通过茶道的宁静 我们感受到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 在创作中的那份内心平静 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每一道美食 每一个艺术作品 每一杯清茶 背后都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和历史 它们不仅仅是表象的存在 更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 多一些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文化的思考 最后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或问题吗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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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